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臨時辦公大樓 由銅鑼灣維景酒店改建,週三正式啟用。 中央與香港官員在內幾十人出席啟用儀式, 包括公署成立後首度現身的署長鄭雁雄、副署長李江舟和孫青野。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說,公署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角色, 依法理職、接受監督,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使者, 亦是替全國國家安全把關的守門人, 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時代已過去。 他批評,別有用心的反中亂港分子作污名攻擊, 強調公署成立不影響一國兩制落實。 鄭雁雄說,港區國安法是中央為完善一國兩制實施及維護國家安全所做的決定, 公署將嚴格依法接受香港法律監督,依法理職, 不侵害任何個人或組織的合法權益。 東網記者隨機回報道。